外媒 怕泄露机密 美方急于打捞南海坠海的F-35C战机 参考消息网1月30日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1月28日报道 美国海军一架F-35C现在隐身战机 24日坠落南海 军方证实网上部分相关影像为真 奔西加称F-35C上有最新的科技 美方因此急忙打捞战机 报道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CNN记者伊万沃森表示 美国海军在事发后着急打捞战机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海利·西姆斯28日表示 事故调查持续进行中 并证实事发后 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部分影像为真实的 西姆斯表示 经评估 今天媒体披露的视频和照片 是坠机发生时 在卡尔文森号上所摄 报道称 一张静态的照片显示 这架隐身战机扶在南海的海面上 驾驶舱是打开的 弹射座椅已不在里面 报道还称 有一段视频显示 这架F35C当时正要降落战舰上 但在撞上飞行甲板前 视频就中断了 另一名第七舰队发言人 尼古拉斯·林格表示 已开始在南海打捞这架战机 分析家表示 这很可能会是复杂的任务